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今天學長跟大家介紹一個有趣的飲品 叫做冰磚拿鐵 或是叫冰磚OLED都可以 那它其實它的概念呢 就是我們把咖啡做成冰塊 一顆一顆的冰塊 然後呢 加入冰牛奶以後呢 做成了一種咖啡花式飲品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跟一般的傳統的手沖拿鐵啊 或是說一般外面的 義式拿鐵的差異在於是說 平飲這個飲料的過程之中 其實非常的新鮮有趣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是清清淡淡的 咖啡牛奶的味道 但是隨著 溶解的越來越多 那慢慢的呢 你的咖啡會越來越重 然後呢 咖啡的香氣啊 甘甜感也會越來越顯著 所以在這個平飲的可能 15到20分鐘的過程之中呢 你會感覺到你的飲料呢 一直在有變化線 那這個變化呢 也是跟一般其他的 咖啡飲品呢 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真的是 不錯的一杯飲料 也非常的有浴室 當然看起來也是非常的療癒啦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 如何用手沖的器材 來做這個 冰磚拿鐵 其實蠻簡單的 那我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器材 首先呢 你要有一個冰塊盒 那冰塊盒大跟小呢 其實不居啦 當然大一點的冰塊 它的溶解速度會比較慢 那小一點就會比較快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這個 矽膠的冰塊盒 矽膠冰塊盒的最大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你它的耐熱溫度很高 就是你沖完咖啡以後 你甚至可以不用等它放涼 你就可以直接倒進去 但是最終最終你放冰箱之前 切記還是 要等到你的 咖啡變成 常溫的時候再放 冰箱就壞掉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選用的是02的V20濾杯 01也可以 但是就看你一次冰塊盒要做的量啦 像我這個冰塊盒它是大概是 一個是30cc 所以有123 3515大概有45cc的量要做出來 所以我選擇02比較快 一口氣可以做完 你用01的話也可以 就是觀念差不多 你就把等比例的減少就好 OK 然後呢 當然做完以後 你還需要 好喝的牛奶 OK 那我們就這些東西都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開始做我們的冰磚拿鐵 我們先來做 咖啡的部分 咖啡的部分 比較特殊的部分在一起 因為 我們要加牛奶嘛 所以你的咖啡液呢 一定要做得 很濃 所以我們大概50克的咖啡粉呢 我們用500cc的水去沖 那大概是1比10左右 比我們平常 濃的 蠻多的 50克磨好了 研磨度的部分呢 要比平常的研磨度再細一點 像 我用RUN這台磨豆機 我平常手沖大概是11或12 那我做這個冰磚拿鐵呢 我大概說 9左右 就比平常細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用 小富士或是 小飛馬 你平常可能用 5啊 或是4.5的話 記得大概在3.5左右 就大概細1格左右 你的整體濃度會 比較夠 不然的話 你待會 加到牛奶裡面的時候 會太淡就不好喝了 OK 好 我們準備好以後呢 我們的水要比較多 因為我們要給500cc的水 水溫一樣90度 不用過高 容易苦澀 好 我們準備開始 剛開始燜蒸呢 一樣我們燜 大約在 80到100cc左右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粉嘛 50cc的粉 OK 好準備開始 中間給 一樣中間給多一點 你的水量也不用太小 反正你的粉很多 OK好 給到 50到 80到100cc OK 好 我給到97 96 97左右的 水量 燜蒸時間呢 差不多 30秒到1分鐘之 左右 如果你想要香氣再強一點的話 可以悶久一點點 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想要 平衡一點的話 還是悶30秒左右 那悶蒸時間長的話 他也知道喝起來的 香氣的強度 還會再強一點點 然後待會給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就是 20到30cc 每一次 OK好 準備 好中間給下去 不要畫太大 中間 給20到30cc 繞小圈 好休息一下 那把水面上的水呢都吸下 粉裡面的時候呢再給第二次 所以我們會持續這個動作 一次 給 繞小圈 不要太大喔 一次給20到30cc 可以看到 我每次大概就是20幾 20幾 30 最多不要超過30 然後等到 我的水呢都吸到粉面以下的時候 再給下一次 好 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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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20到30 好盡量保持你 粉面的完整 不要讓粉面被沖散了 被沖散了就比較容易有 苦渣味 好繼續 好20到30 所以這樣子過程之中呢我們大概沖到 350左右OK 所以大概中間有七八次的斷水喔 好 好每次20到30 可以看到齁 可以看到齁我一直在給 給水但是我的粉塵還是維持著 乾燥的狀態喔 不會不會溢水 好已經250了 然後呢再給 給到350左右 好這個動作呢持續的給齁 這樣子呢 動作可以讓你的濃度很濃 但是呢又不會 呃出現苦澀的感覺 好繼續 還有兩次左右 好310 5 然後最後一次我們給35 350 好這動作到350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個動作 好 350 然後350之後呢 我們就要往外繞圈 那我們分兩次 一次給75CC 好一樣中間給下去喔 中間先給 然後呢 往外 緩緩的繞圈 把你的這個粉呢都吃到水 給75左右 可以看到 這一次呢就跟剛剛不一樣了 我讓我的整個粉都有吃水 OK 所以呢我們是往外繞圈的 最後一次還是一樣 從中間開始往外繞圈 然後這個這一次就給到500了喔 好 好往外繞圈 做多做一點點口感跟body的部分 不要淡淡的 OK 然後整體沖完的時間呢其實比想中的還快 大約在 3分半左右 當然如果你水小一點會到4分鐘左右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的水量很多嘛 對不對 整體萃取出來大概有大概450 460左右 所以水量很多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 那這個濃度呢如果 你的研磨度剛開始 不是很準 覺得不是很濃的話下次可以再磨稍微細一點點 然後做了一兩次以後 你就可以抓到 這個手法跟你的研磨度 的關係 然後可以做出比較 濃淡比較適中的冰塊 OK 好這個冰塊盒呢 一般來說呢我們就是要先把我們的咖啡放涼 如果是一般的冰塊盒的話 那矽膠的話你就可以先倒OK 冰塊盒住滿 等到你的咖啡都放涼的時候就可以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大概等 一個晚上就可以 它就會結塊 那就可以準備把它取出來喔 明天 那經過我們一個晚上的冷凍呢 我們的冰磚就做好了 可以看到 黑黑的 一顆一顆的 蠻過癮的 蠻療癒的 那剛開始呢我們先把 冰的杯子裡面呢都放滿冰磚 像這麼大的杯子 我們大概放五塊到六塊就很滿了 OK 然後呢接下來非常簡單呢就是我們 緩緩的把我們的牛奶呢 從 冰磚上面淋上去 然後稍微讓我的冰塊呢吃到一點點牛奶 因為這樣子呢就會 先釋放出一些咖啡風味 然後隨著你的時間呢不斷的增加 它的風味呢會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濃郁 OK 好 那剛開始的時候呢可以 稍微 拉提一下 因為牛奶粉就是冰的 好 好 這樣子呢冰磚咖啡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然後隨著你的擺放時間越來越長呢 會發覺是牛奶的顏色越來越深 然後呢它的外圍也會釋放出一點淡淡的咖啡的 像是紋路一樣的感覺 其實就是濃水啦 對那你喝起來的時候呢會覺得 哇我的飲品的風格呢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變化 真的是還蠻浪漫 而且喝起來非常有意思喔 最後需要再補充一點 如果你那個冰塊呢沒有用完 或是說你希望說 呃 我可能 朋友來的時候我想要 有比較多的冰塊要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 做完一次冰塊盒以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冰塊呢推到一個 保鮮盒裡面 好用保鮮盒來做保存 那就可以放很多的咖啡冰塊 你想喝的時候呢 隨時用夾子夾個四五塊 就可以用了齁 那你不用擔心說他的保鮮 會不會保鮮 而導致他的香氣 跑掉或怎麼樣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可以放很久 像一般的冰塊 一樣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用保鮮盒 不然的話呢 用久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冰箱的異味 會影響到你的冰塊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 夏天的時候可以利用你的手沖 來做做看 好喝的冰箱咖啡囉 剛開始的時候很像泰菲糖的味道 因為咖啡還沒有完全 溶解出來 很像泰菲糖的牛奶的味道 然後慢慢的他的開胃就越來越重 相當不錯的一個夏日飲品喔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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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